2013胡润女富豪榜昨天揭晓了 32岁的杨慧妍以财富510亿元 取代去年中国内地女首富吴亚军 相隔5年再次成为了2013年中国内地的女首富 据统计广东省诞生了17位女富豪 而北京和上海分别诞生了9位和6位女富豪 女富豪从事的房地产行业的人数最多达到了25% 除了房地产之外 女富豪更青睐金融与投资行业 另外前50位上榜女富豪之中 白手起家的有34位占到了67% 比去年增加了6.7%